哈囉,今天講的是Cognitive I虛擬儀式 在幾乎兩年或快兩年的過程當中 一直有人問我關於Cognitive I的問題 今天想要解決這一塊 我們首先開始問一下 到底是Cognitive I什麼時候用? 我們講得很簡單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可以引用別人所講的話 是用來引用別人所講的話 然後為什麼我們還要專門Cognitive I虛擬儀式的一個時態 因為我們想要拉開一個距離 我們想要表示這句話是別人所講過的 我自己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屬實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正確 我只是在引用別人所講的話 Cognitive I虛擬儀式可以幫我們拉開這個距離 突顯出這個只是我們引用別人所講的話 然後在哪些地方會用到Cognitive I呢? 如果你是記者,你需要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寫論文你在大學裡面 你在一個學術機構裡面 可能你要引用別人的話啊 或者是你在寫論文啊 在這些地方才會用到Cognitive I虛擬儀式 我們在一般的生活裡面 其實不會用得到 不會用得到 甚至於呢 我敢說 大部分的人 完全不會使用Cognitive I虛擬儀式 因為他們不知道Cognitive I虛擬儀式的用法 跟背後的理論 就是什麼時候該放Cognitive I虛擬儀式 什麼時候不該放 我們在一般的說話的時候 直接用Indicative I虛擬儀式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 直層式 就是完全不會任何改變 OK? 所以其實它的範圍非常的 被限定的很清楚 所以你現在希望比較清楚 它在什麼時候會用得到 而且它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首先 它的動詞變化是怎麼樣 OK,這裡有個動詞變化的這個表格 對不對? 一個列表 先看看 基本上 你看 DU是EST 我們加一個E在裡面 然後還有呢 如果是它這個層面 就是Eer, Sie, Es, Mann這些 對不對? 我們就跟Ich的這個 變化是一樣的 我們就加個E OK?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然後現在呢 我給你看一下幾個 比較典型的例子 在這裡 它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現在呢 如果有一些另外的動詞變化 像Sein Sein 是一個蠻特殊的例子 因為它就是比較不一樣 這個我專門幫你唸出來 OK? 這裡 Ich sei Ich sei Du seiest 或Du seiest 都可以 然後你看 有一次 這個是 Eer sei Eer sei Eer sei Wir seien Eer seiet Sie seien 這個是動詞變化 現在呢 我們看幾個具體的例子 而且在進一步的說呢 我在進一步說明 我就給你看一下 如果講的是 過去的跟未來的 會長什麼樣子 開始 第一個 我們先看這個 一個Directe Rede Tim 毛號 再一個引號 Ich gehe ins Kino 現在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轉化成 一個Connective 1 我們就說 Tim sagt Eer gehe ins Kino Tim sagt Eer gehe ins Kino 因為不是 geht 如果是口語 當然就是說 geht 可是我們現在 我們要必須注意 Connective 1 書面的這個 對不對? 所以 Eer gehe ins Kino 這個就讓我們聽得出來 啊哈 說 就是講這句話 或寫這句話的這個人 他並不知道 Tim是不是真的去看電影 還是不是 他不知道 他只是在說 啊 Tim又說了這句話 Ana 毛號 這個引號 Ich habe heute keine Zeit 我今天沒有空 Ana sagt Sie habe heute keine Zeit 你看 但 Connective 1 Habe 不是Hat Hat Hat當然是口語 我們一般來說 會這樣說 但是現在呢 Connective 1 對不對 Ana sagt Sie habe keine Zeit 這樣就聽得出來 我們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沒有空 還是他 反正 他說他沒有空 其他 我也自己不知道 就這樣子 拉開那個句話的意思 OK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有時候 Connective 1 的動詞變化 跟一般的 Presence 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是完全一樣的 怎麼辦呢 如果你碰到一個是一樣的動詞變化 你要轉成虛擬二字 你加 Würden OK 你用那個Würden 你其實 想的不會太複雜 就好了 Würden 加那個動詞 原本那個重點動詞 後面的 這個 原型事態 就可以了 舉個例 可以用 TREFEN TREFEN 是見面的時候 然後 如果你想說 WürTREFEN 他的這個 尋一式 跟現在式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看不出來 好 那現在會長什麼樣子 例如說呢 Thomas 一個毛號 這個引號 對不對 Wür treffen uns heute Um 14 Uhr By Mir 我們今天 在我家 見面 在下午2點的時候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如果現在第二個人 就說 Thomas sagt Wür treffen uns Um 14 Uhr 不行 你要說 Thomas sagt Wür würden uns Um 14 Uhr By ihm 這個要改過來 因為變成 他 By ihm TREFEN Wür würden uns TREFEN 這個是要住的地方 這個句子也比較 好笑一點 他 他說 在天空上 有粉紅色的大象 在飛翔 在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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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飄著 在天空飄著 在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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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用 Konjunktiv 1 表達過去的事情 我們用的是 perfect 我們用的是 完成式 但是我們的 主動詞 就要 轉化成 Konjunktiv 1 例如 Essen 變成 現在它的 主動詞是 ER HABE GEGESEN Ich habe gegessen DU HABES GEGESEN ER HABE GEGESEN 等等等等 我們去給你 我們去給你 她說 她說 她沒有吃 最後一塊 Pizza 她說 Pizza 她說 她沒有吃 最後一塊 Pizza 她說 她沒有吃 最後一塊 Pizza Pizza I ignoran I ignoran 我聽說 這樣也可以引進一個虛擬意思的句子 My Nachbar Zai Seid Einer Woche Nicht aus dem Haus Gegangen 我自己不知道 我的鄰居 是不是真的 已經一個禮拜 都沒有出過門了 還是 這個字是假的 不是這樣子 所以 你可以這樣用 I ignoran My Nachbar Sei Seid Einer Woche Nicht 我們就用 未來是 我們就用 未來是 我們一般將會這個意思 也可以表達未來是 那麼現在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虛擬意思呢 你看 Ich werde, Du werdest Er, Sie es werde 這個是重點 在那個他層面就是要保持那個 E Wir werden, Ihr werdet, Sie werden 這個是差不多了 現在看一個具體的例子 Mein bester freund hat gesagt Er werde nächstes Jahr ein Millionär sein Er werde sein 他就說 Ich werde ein Millionär sein 他很確定,我將會,我就會 變成百萬大富翁 Und ich sage,我就說 Mein freund, mein bester freund hat gesagt, er werde Millionär sein 未來二世 也就是說,你在未來的時候 已經完成過了某一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舉個例子 Der YouTuber sagt Er werde bis zum Jahresende Ein Tausend Videos gemacht haben 再次 Der YouTuber sagt Er werde bis zum Jahresende Ein Tausend Videos gemacht haben 也就是說 他到了年底 已經 將會拍過了 一千個影片 再看看更多的一些例子 現在不管是過去的,現在的或未來的 這裡 Der Präsident sagt Das sei ein großes Problem 全在這裡 Der Präsident sagt Das sei ein großes Problem 我們就知道 Oh, das ist 他所講的話 我們不知道 這個是真的一個問題 還是 誰覺得是一個問題 他認為 他主張的這個 看法就是 這是一個問題 Das sei ein Problem Manche Leute meinen 有些人認為 他是最好的 最優秀的 足球運動員 Sie sagt Sie habe nichts damit zu tun Sie habe nichts damit zu tun 她說 她跟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瓜葛 沒有任何關係的 或者 如果我們用一個 要轉化成 虛擬二次的 我們看看 你要說 Sie sagen Sie würden nichts damit zu tun haben 或者 你可以說 Sie sagen Sie hätten nichts damit zu tun 因為 你如果用虛擬二次 你當然 可以用 動詞 本來的這個虛擬二次 你也可以用 另外一個 würden 加 這個 infinity 加那個 原型事態 兩個選擇 都可以 Meine Eltern sagen Sie würden Morgen Nachmittag zu Besuch kommen Sie kommen Morgen Nachmittag zu Besuch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可能 沒那麼容易知道 所以呢 也可以這樣子 würden 加Infinitiv 你現在對Cognitive Eins 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嗎 如果有的話 幫我寫在影片的下面 在留言區 我也盡量幫忙協助 可能也要再拍另外一個影片 再次說明更深一點 可是其實這個已經是重點 這個是最主要的 要知道的事情 謝謝你點贊 按讚 分享 跟留言 下個影片見